那咱就是感情好对不对 那咱就是感情好对不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所以我就觉得你们俩还真的就没像你说的那么和呀 你要像你说的那么和他怎么会装摄像头呢 这是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啊 那恰恰证明了不能太快呀 兄弟 我就觉得是他的爸妈一开始就定义了 包括他的朋友有可能也这样说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要如何去表达这个感情 那咱们为什么那么着急嘛 咱能不能缓一缓 你是怕什么呢 我都三十四了 我觉得应该要结婚吧 他想快点结婚 因为他还想要一个孩子 那您还想要孩子吗 我不想 你不想要孩子了 对 因为我也三十四岁了 然后我自己要打理一个饭店 如果我还要一个孩子的话 我等于是浪费至少一年半的时间来管那个孩子 而且我前面是个女儿 说白了如果万一他第二个是个男孩子呢 对我的女儿他会造成影响的 因为他第一个也是个女儿 不管是他还是他父母 肯定是希望要个男孩的 而且我自己就算不故意侵蚀他 也会影响到他的 所以我就很好奇啊 你说你们什么都和 你看啊 经济上没有信任关系 要不要孩子 这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一种关系 还有啥和呢 你着什么急慢慢磨合磨合嘛 我就是觉得合适 好 他现在说了 他不给你生孩子 你还结不结婚 那先缓缓 那就看来就问题就已经明白的了 那咱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怀疑这件事情啊 不是因为对方心里面有鬼 怀疑是因为自己心里面有鬼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我条件比你好那么多 万一 你是来贪图我财产怎么办呢 这是你和你妈心里面的鬼 对吗 正因为你们心里面有这样的鬼 所以你才怀疑他心里面有鬼 你的不安全感不是来自于他 你还在痛 所以你才怀疑他 其实你对他已经很满意了 只不过是你以前受的那个伤没有被完全地愈合 那以前受过伤的人往往会犯一个很大的错误什么 就是我们失去了接受美好事物的能力和勇气 就是当一件美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会怀疑他 凭什么这个美好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这是错的 因为我们时刻要相信美好的事情总会发生 因为我们要相信我们身处在这样一个世界上面 总有一天我们是可以遇见自己的美好的 所以我要劝你一句话 就是要有接受美好的勇气 也要有保护美好的能力 你们聊了半天 我没有听到一个字和婚前协议有关 一份婚前协议不就解决你们的存折啊 饭店啊所有的问题了吗 婚前协定 你以前的钱是你的 以后我们一起创造钱才是我们的 解决了 对于你来说你看着他眼神 你就告诉他 好 OK 不管以前我受过多少伤 今天你能够来愈合我的伤口 我愿意相信你 并且愿意和你一起走下去 这就是美好